各位同学好,我是凌卫老师 讲解经济学院杂志已经超过了9年的时间 迈向第10年 这篇文章很新 从荧幕上就可以看到的日期 2022年2月5号 商业栏目头条 讲到美国的大缺功 你有听过美国有些什么大事吗 在我们讲解第一段的故事开始的时候 你先看右上角 My account代表我是订户 所以在我的文章进来 不但可以看到整篇文章 还有朗读答案 这就是订户最大的优点 但是这篇文章部这本杂志订阅费用很贵呢 欢迎网络上去探究一下 经济学院杂志讲解9年时间什么心情呢 让我讲解非常顺畅 不断的往前迈进 尤其在过程期间 大家都会家族聚餐 我姐姐都会去讲 我哥我妹从来不会去说呢 为什么呢 学英文不只是学 复习很重要 学了是学了会忘啊 我就是学习高手 我不是很会赚钱 但是我就是很会学习 我的毅力证明给你看 什么叫原子习惯 2340篇早就讲解完毕了 明天开始又有新的文章 准备进入了讲解 今天我们看的商业栏目是 美国的大缺工 屏幕上这里写的非常清楚 Talent War就是人才之争 人才之战 正在改造企业 Reshipping Business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人才缺工 到处缺 尤其台湾缺武 缺还有迈向第六缺 缺什么 网络上Google 你就明白了 不要让林旺老师阻止你学习的乐趣呢 我在荧幕上我们来进入文章的讲解 各位先听一下这一段落吧 才知道 原来有老师讲解 跟没讲解 差别之大 开始咯 DCL made two changes It bought robots to pick items off shelves and place them in boxes And it reduced its reliance on part-time workers by hiring more full-time staff What we save in having temp employees we lose in productivity explains Dave Tu DCL's president Full-time payroll has doubled in the past year to 280 As American companies enter another year of uncertainty the workforce has become boss's principal concern Principal 各位知道principal就有两个意思 同样的发言有两个意思 我们中文的统一字可多了 也就是今天我们在各种文章都可以看到 刚才看到today呢 有讲到说美国现在大离职潮 有听过大离职潮吗 great是伟大 离职各位会吗 很简单 你听过签名吧 签名叫sign 对不对 这个后面再加上atln 你看在荧幕上我打自己 Google搜寻 还有给你定义 什么叫的great resignation 他们也说也叫bidquit 达拉就老子不干了 很简单 并不是所谓的白领阶级 而是达拉特别是低薪的低层 受到了太大的压力 老子说不干就不干了 来这边我们听听看Google的发音 不是我的那个电脑的优质发音 当然是不一样 但Google也不错 听听看 总之失业率慢慢减少了 值却越来越增高了 但是各位知道吗 听说正常他每年离职率大概是300万人 现在高达1000万人 大拉就讲说什么样的底气让美国进入叫great resignation 但不管怎么讲 现在看到是如此 台湾的物流产业也听说过有些有确诊的案例 这下就进入了清销 那你说会不会造成什么案例 我觉得医疗量能是绝对是辛苦 但还看到另外一个最大的重点是缺工 对不对 而且有可能是锻炼这一锻炼让很多公司重新思考 我们要怎么处理这样的问题 各位在荧幕上可以看到 李文老师的字体里面收入了很多单词 对不起 你的字体里面就是没有 你看resign 我立刻里面就出现了resignation 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内容 我们再往下面看 他说我们现在征人招人招聘 你背过一开头的单词吧 听说加一是老板 加一是员工 所以雇佣有两个单词 美国的人才之战 现在重新改变企业的经营方式 缺工缺工大缺工 各位听过缺乏吧 缺乏这个简单 这个单词叫short 不过就是从在荧幕上可以看到的 这个字有这么多的词类变化 所以如果当父母亲都不能认真学习 你要小朋友认真学习 对不起 身教重于言教 现在很多的公司必须开始走势创意的路线 这个单词你在右手边看一下 它叫物流 很清楚可是你看字典里面它却不叫是物流 它居然翻译什么东西呢 它翻译的是后勤 你们看到后勤 所以说过有时候字典如果能够翻译 那干嘛需要老师呢 老师本来就跟字典 老师不会被机器人取代了 听到那些人敢讲这句话的人就是代表 他脑是真的假的 总之需要美国的公司 大大遇到很大的困难 订单带多了 现在达拉逼在疫情当中需求量飙升 这个就是你要回的基本单字 我告诉你 二句跟serge的意思可以推理的 竞争 我常常在我的社区里面就问大家 请问竞争这个字动词有两个形容词是谁 哎呀打对人极少 我看我要换题目的 总之大家抢仓库的工人 仓库超级重要的 台湾有时很厉害 今天下单 明天到货 你说怎么办呢 因为他们的大团室周围就有仓库 竞争激烈 季节的同一次就有四个 您知道有谁吗 薪水当然就要飙升 大家抢人才 员工的流动率也很高 这个turnover就流动率 说到turn 你有整理过片语吗 片语你应该不会只被打开跟关掉吧 所以代表这家后勤公司 这家物流公司必须做两大改变 第一个什么呢 是用机器人来处理架上放货的问题 对不对 当然了减少了兼职员工 可以雇佣更群职的员工 但这边有讲 我们省下的是属于 TEM employee 刚刚不是说过吗 加E是老板 加E是员工 那请问TEM这个字 从什么变来的 在右手边你可以看到叫零食 那各位知道永久是哪个字吗 但严格来讲 生产力就取消了 生产力 我今天才给高二同学告诉他们 这个字很重要的 为什么呢 因为produce这个字 词内必要很多 有些同学说老师 我们背单子需要背那么多 实类变化吗 你不背变化 你看不懂大量的文章 看不懂大量的文章 对不起 那就是海归派的人能懂 这边可以看到全职的薪资 他说double 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薪资能够double 台湾多么希望看到这个薪水 你口水都流下来 这是美金 280这是美金 这不是台币 所以很多美国的公司现在进到了全新的一年 不确定性 你知道sert有两个意思吧 所以他的劳动力也变成了老板的最重要的关切问题 好把这一段再听一遍 我们说过了 找林文老师上课 可以看到更多的东西 在荧幕上显得很清楚 林文老师的讲解 已经9年的时间 再加上我的BBC也进入了1000多篇 这也是5年的时间的累积 林文老师屹立不错吧 往前卖金 而且不用广告 为什么不用广告 因为我自己慢慢上课就会有学生 只是时间滚得很慢 但对我来说也可以接受 有收入不就好了吗 在这个动荡的世界里面 还要小心各种的检举达人来拍照 各种的汽机车的危险拍照 都被他们交给政府去了 再听一下 就先听到这了 欢迎私讯找我上课 荧幕上有QR码拜拜